本地夾足足球聯賽 蒙地卡羅3比2擊敗澳門發展隊 連勝兩場 林子豐報導 白色三鏡澳門發展隊差點 可以先開記錄差點的原因 是索夫仔連救兩次 直到22分鐘蒙地卡羅入球線 艾利遜射成1比0 相夾9分鐘 陳永迅見功 兩對賽成1比1格 被追平的蒙地卡羅 之後更因為歐榮華失誤 再失多球 盧逆斯夠勤力 利平發展隊隊長 協助球隊反超前 但領先局面僅僅維持1分鐘 他們禁區出現少少混亂 被蒙地卡羅由中半勤射成2比2元半場 到了緩變後27分鐘 公正號射入 實力和經驗都較好的蒙地卡羅 結果3比2贏了澳門發展隊 暫時兩戰兩勝 另一場比賽 黃色衫的海帆三球淨勝兄弟 半場他們領先1比0 曉高在第10分鐘見功 換變後18分鐘 華斯高主射罰球入行 而5分鐘之後 曉高個人回開二道 最終海帆3比0淨勝兄弟 兄弟和澳門發展隊一樣輸了兩場 紅旗 不停 抱貌 沒了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